你講這裡 我們這個地方要先點兩下 點兩下 那麼就會開 開了以後呢 然後先點這邊 再點這邊點兩下 最旁邊點兩下 就會看到 那麼看到的話 我們就把我們的電腦資料調出來 那麼我現在呢 要看那個3月15號 楊學社的 3月15號有個叫楊學社的 我們看一下 這邊他做了一次兩次嘛 那麼他的老婆是這樣 我們點進去以後呢 就看到他老婆 然後我們點上面這邊 他會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這樣跑 好 那麼這個可以看到 好看到這邊 如果你要他倒退的話 你就點這邊 點這裡 要前進點這邊 要倒退點這邊 點這邊他就會倒退了 點這個點也可以 這樣子會倒退 這邊就是點往前進 這個是前面兩分鐘 後面一分鐘一分鐘這樣 好 好 那麼你可以看這邊 這邊有個叫兩分九秒 所以現在這個畫面 跑到這裡是兩分九秒 這樣 那麼這個人呢 他的我們就是看喔 點這邊 點這個報告 這裡有一個報告 這裡有一個報告 點下去 報告下面會有一個叫做 這個 這個圖出來 我們這個叫展面波 就是說 我們正常人 這個是阿化波 那麼這邊是波長 這邊是左腦 你看左腦 這邊右腦 啊 這個是波長 1 到5 到10 到30 這個 就跟這個一樣 這邊也是由1到5 這個只是這個圖 不是這樣 反過頭來看 這邊是左腦 這邊右腦 這邊是 右腦 這邊右腦 這邊左腦 啊 這樣 所以你看這邊 如果有紅點的話 我們叫做雜念波 這種波長 就是說 他好像比較無法停止思考 不想事情 他也會 會 會有些概念會 念頭會跑出來 啊 那我們看到這個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知道說 哇 這個人啊 他平常不要想事情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老婆 一碰到事情 就砰一聲 就好像說 這個階間很分明啊 就說他這個人很緊張 是不是很緊張呢 我們就要看這裡了 看這個圖 所以 我們就把這個圖點出來 你看他平常是 我們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你看他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C他 delta alpha ベタ波 那麼這個人的 你看 叫做速學的時候 他不然間波很高 本來是87的 變了一倍 199然後變261 所以這個人這個叫做做速學的時候 你看哦 这个人做数学的时候 加减的时候 然后叫做后面就是做选择题的时候 他都很高 所以这种人 你看这个老婆我们正常要平的嘛 要这样或者往下 他这样的话就表示他这个人是很紧张的 所以说这个人一碰到事情 他就好紧张哦 好紧张 所以他你叫他做什么事情 的蹦一声就出去了 平常好像平常看起来 那很多人有点优异 好一下子就高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人个性就很提安 容易生气啊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你看他比方说我们这样对来讲 好 这个是我的老婆 我的老婆是这样 你看我平常这个很长对不对 对不对 很亮 他很暗 刚才那个人很暗 我们在这个下面我们就会列很多 比方说你可以做这个一个两个 比方说好 我的老婆就没有像他这样升高对不对 我这个老婆都很亮不会像他很暗 平常就很很亮啊 这个很高这个安法波这个比较放松嘛 大概就是这样好 刚才我们看的是这个洋学色的 好 好 这个脑波 那么 我们我们如果说如果说我们想要把他两次脑脑都拿来比较的话 我们就第一 好 洋学色的这个嘛 好 这个是洋学色这个先生他第一次的老婆 好 如果我们要在画面上同时看到两个脑波的话 我们就看到这个脑波的时候呢 你不要点这个 点这个的话他就删除了 好 你要点这个缩小的缩小的这边下面不会消失 这边不会消失 他不会消失你就点下去 这样好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其他的暂时如果你不要删除的你把它点掉 点掉好 然后再按这个两下 按这个两下 他就会出现这样 出现这样的时候呢 你还是要点那个最左边上方这个 然后再点一下 点一下就把今天的也掉出来 好 你要看的那个资料掉出来 那资料掉出来的话呢 他现在等一下他就会显示 刚才是三 这个人是三页十五嘛 我们就把他掉到三页十五这边来 这边看一看 这边是第一次 这边 这边是第二次 第二次 好 这边是第一次 好 好 我们把第二 第二次 第二次掉出来 好 第二次掉出来呢 我们这样看 他老婆还是跟刚才差不多 这个是细青以后 这样 细青以后 他老婆还是这样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还是像这边 跟也来差不多 嗯 只不过 好像没有像先前那么高了啊 到底有没有细青以后 有没有降低呢 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老婆掉出来 这个 好 掉出来 所以 你看哦 那我们就现在变成就是我们在下面啊 这边 这边下面啊 就可以有两个同样一个人的在这边啊 这个录得到吗 要放掉 要录得到哈 这个 这个看到看到这个 这个两边 这个哈 这个是之前的 这个是之后的 好 你看我按你点这个啊 我点这个 点这个的话啊 就跑到 第一次 这个是第一次的 你看 对不起 我看一下 怎么两个都是第二次的 很奇怪啊 怎么这么多第二次的 这个也是第二次的 好 我这边看 我第二次 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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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同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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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关闭 好 好 这个 这个是第二次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好 我们这个是第二次的啊 我们看点一下这个 这边是第二次啊 第二次的啊 那我们再重新把它第一次的叫回来啊 刚才不晓得怎么出错 好 掉回来啊 我们就是说在画面上 我们同时可以比较给患者看 好 看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要同时呈现在画面上 好 这个3月15号 那我们 我们看太阳学舍是第一次的 这是第一次的 好 我们点进去 这是呈现这个画面 啊 呈现这个画面 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次的啊 嗯 我们这一次让他跑啊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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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最后面他很紧张嘛 好 有没有什么很紧张的啊 我们就看这边咯 好 就看这个 看这个图 所以你看啊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 好 这个是第一次的 我们点这里 这个是阳学舍第一次的 那么点这边呢 就阳学舍第二次的 好 这个是第二次的 所以你看啊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好 我们看 比方说他第一次的时候 他的脑洞是这样 这边 314 就是这个 314 好亮喔 314 这样 314 314 好 可是他第二次呢 他同样一段啊 我们要看一下好 就是说 我们要同一段的脑洞在比 好 像现在 刚才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边是 你看到这边是3分56秒 好 3分56秒 那么我们 我们来这个刚才是第一次嘛 那么第二次的话呢 也是3分56秒 所以呢 这一个洋学舍的第一次第二次的图 好 跟他第一次的图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我们这两个啊 你看 我只要点下面这个这个嘛 这个点下去点下 这个就是 第一次 这个第二次 这个吸完勤的 你看啊 我点这个 好 这个是这样 好 这个是第一次 这个第二次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给病人看了 你看 第一次 吸氢后 第二次变成这样 马上就出来 好 那么我们来分析哈 你看哦 好 第一次 这边是 这边是你看哈 这个紧张坡 105 好 吸完以后呢 变成89 降低嘛 好 那么 吸氢前呢 这194213 吸完以后呢 就变成143167嘛 这样 然后呢 他的这个放松坡 这边是243 243 243哈 吸完哈 就变成277 人比较放松了嘛 好 这样 可是呢 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左 我们的左手边 就是左脑 啊 左脑你看 这边是261 好 261 那么这个第二次 我们看他第一次是多少呢 第一次哈 他是314 有没有 314 就变成 261 是不是降低了 所以他吸氢以后脑坡 紧张脑坡就降低了嘛 啊 这样 然后这边是228 228 228 好 这是第一次 那么第二次吸完气以后 就变了199 好 这个地方 啊 还有呢 他第一次的时候 啊 我们的这个叫1 啊 吸完后呢 就变成 87 所以 他的这个紧张坡 β坡全部都降低了 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就看出 他这个证明他吸氢是很有效的 好 吸氢很有效的 那么 可是他这个人睡眠也不好啊 怎么讲呢 怎么讲呢 你看他这个啊 吸完 他的这个 他这个 吸完 他的这个睡眠坡啊 这个三 这个是359 来讲啊 这个吸之前嘛 吸之后 他就升了 好 变成这个400多 好 所以他平常就睡不好 吸完气以后像这种人啊 他就很吸了 就很想睡觉 好 这个是第二次 那么 这边第二次有470哦 好 那么第一次呢 才多少 才327嘛 这样 所以说 我们这个是清醒坡 紧张坡 这个人就是恐慌紧张 容易生气的人 这个没有放松 那这个睡觉坡 这样 好 这个婴儿坡 好 这个坡我们通常可以不管他 主要是分析这两个 这样 好 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 是他的老婆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还有好 看另外一个 我们看另外一个 他是一个 我们叫做恐慌症的人 恐慌症的人 好 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个患者 再看另外一个患者 他3月9号来 他是一个造疫症恐慌症的人 然后呢 他3月9号来 3月9号 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个 这是第三次 好 第一次 好 这个第一次的老婆 他是这样 你看他也是很恐慌 好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黑黑的 那我们就按一下来给他跑 好 给他跑 你看好 他也是这样 这个人 他就是造疫症 在这我们现在先看他这一块脑波 这一块脑波 他是属于 3分47秒的脑波 你看他这边 176 213 293 这边 115 188 250 这个反正上升的人 就是比较容易生气 就是比较容易激动 好像怎么样 还有就是说 你看他这个 有高频的脑波 这边 我们的脑波 通常他是高高起来 就好 这种人我们叫做 好像说 我们普通脑波都在这边 有一些红点就算了 他这么高 就好像说 我们的意思是说 他 这个 对人 他 他这个 他这个 比方说 我们要面对面讲话 你说这样 某某张先生 张小姐 这样就好了 你不用 张小姐 很大声这样 这个就是不适当的一个脑波在发电 因为我们也只不过叫他做一个数学而已嘛 做一个数学而已 他怎么会出到这么大的 这么多的脑波呢 就是这都是异常的 那我们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异常 那就我们看他西丸青的变化了 西丸青的变化是这样 同样是3月9号 我们跟他做了这个脑波 3月9号的脑波 3月9号的脑波 这个叫做西丸青 我们就你输入一下 第一次 第一次脑波 那么这边有第二次 第二次脑波是这样 我们就看一下 你看他第二次脑波就没有这么高了 他就没有这么高的话 他是怎样 我们看一下 我们也让他跑一下 我们就跑到刚才是2分 3分47秒 我们看同一段的脑波 我们通常比较都要看3分47秒这一段脑波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比较一下了 这个是他第一次的脑波 你看这边很高很高 高到多少呢 我们叫293 好 那么第一次呢 他脑波 这是下面 这是293 这个是第二次 我们把为了好辨认好 我们把它调换一下位置 你只要按这边 按到这个蓝色的 你位置就可以调换了 按这边 按这边 好 你就可以看要调到哪里去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哦 这个人是第二次嘛 好 第二次 那么 我们按这里 这个第一次 按这边 第一次 按这边 第一次 二次 一次 二次 就可以按一次按一按 好 这个是第一次 好 这个是第一次 第一次你看他这个 这个脑波 这个β波是293 可是呢 吸得清以后 就变成245了 好 对不对 好 那第一次的时候吸清前呢 这个波是176 这里 176 好 那么吸之后呢 就是 好 178 升高了一点 好 然后我们就挑 我们想要的来加 嗯 就是 像这边 250 哦 250 变成了 第二次 217 好 大概就这样 就可以看到了 好 就可以看到 那 好 我这边在 再收一下这个脑波 你看这个是我的脑波 啊 我们的脑波一定要有这个阿胖波 还有哈 这个 这个 Dolemi Faso La Si Do 我们叫全瓶嘛 因为这边是低瓶啊 这边是高瓶啊 低瓶就是说一秒钟闪动一次啊 两次五次三次四五次二十次啊 三十次这样 但是你看我的这个全瓶的老婆都有 啊 可是呢 有些人的老婆就没有全瓶了 啊 有些人的老婆就是没有办法全瓶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像昨天我们有一个老婆哈 他这个老婆哈就是免疫失调啊 说服好啊哈 你看他的这个脑波哈就是这样啊 这里 到这边二十赫时就没有脑波了 他就好像是一个钢琴有没有 Dolemi Faso La Si Do 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是关我们免疫系统的脑 高频的脑波关免疫系统的哈 所以他这个人就是睡不好啊 油脂吃不够就会这样啊 像这样的一个人哈 你看他的脑波变化就是这样 那我们 我们再把他的这个脑波哈 就拿出来看一下哈 这个老婆哈就是说 他是三月十七是吧 好 好 我们现在要找第一 我们现在通常哈 你要比较的话哈 第一他现在你也可以做三次四次的脑波 都抓起来比较啊 像刚才我们这第二次嘛哈 好我们这个是做第二 这个是看这边第二次好 那我们现在要找他第一次 好这个第一次 他第一次的脑波是这样 你看 OK 这个第二次的脑波 第二次的,这个是第一次的脑膀 这边第一次 这个是第二次 那我们为了方便解释起见呢 我们按这边一下,把它移过来 把这个移下来 两次比较好比较嘛 那我们看 按这边一下,第一次第二次 你再按一下,按这边 这第二次,按这边 第二次,这个第一次 所以你看 第一次他这个脑膀这边是177 那么吸完以后第二次 变成168 177,168降低了 就是人比较不那么紧张 那么,这个他原来的脑膀是842 你可以看右脑,你可以看左脑 我们现在看右脑,842 那么他吸完以后呢 阿发膀,叫865 所以人比较放轻松了 还有,像这个人,他吸之前 这个你看他这边是第一次嘛 第一次 那么这边是1分23秒的脑膀 他这个是,这个我们叫吸踏膀 睡眠膀 这个是,这个是闭幕的时候 闭幕的时候,闭幕的时候 闭幕的时候 做数学的时候 那么这个做选择题 选择题 选择题 选择题事后的脑膀啊 好,那我们看这个脑膀 就可以看到说 就可以看到说 他这个第一次嘛 你看我们这个第一次 吸他泡膀,505 505,我们看他吸完之后呢 变高了,变774 好,你看哦 这边第一次吸清前 是505337 对不对 505337 吸了以后呢 变774,463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吸完,吸清之前 他的这个脑膀177 变168 啊这个 放松波升高嘛 这两个波都是 让人家会比较镇定的 就是说他这个人是恐慌忧 恐慌症嘛 那么这个他吸了以后呢 他就变成这个 比较不紧张了 比较放松了 人就比较没有那么慌了 好 那你 那个刚才是讲分析图 你看这个图好了 我们眼睛看透这个图 你看他这个吸清前 他这个图好像这边没有那么密 有没有 这个 这个 这个坡就是这个坡嘛 好 这个 其实就是这两个坡 好像没有那么密 可是你看到吸完啊 这边整个都上来了 密密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啊 你就注意看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啊 我点第二次啊 他整个就密起来 你看到 这次就表示是这个坡 所以脑坡要解释 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嗯 那 你可以用我的脑坡 我好像里面有很多是我的脑坡 就是说 什么叫做正常的脑坡 什么叫做不正常的脑坡 那么 像 像我们也可以用 这个啊 就是 我有连给你的一份资料 就是说 像这里面有没有 我有一份 呃 这个这个资料 你把它 过大放这个照一下 好 这里 这里 像这里 像这个二氧化碳慢性中毒 有没有 好 我点下去 就会看到这个 好 那像这个二氧化碳慢性中毒 我们就看到这个 你看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叫做 讲阿滋海默症的事 你就可以用这个来给人家看什么叫正常脑坡 你说像这个19岁的人脑坡很正常啊 好 这样 对不对 好 那么 这边也61岁的人阿滋海默症 老婆就这样 好 很暗嘛 这样 好 这样就可以这样看 你的脑坡 你就用这个脑坡 用这个脑坡跟他比较一下 说你 没有 还没阿滋海默症 好 这个正常 你的没有正常这么好 那么你是比较退化了 好 大概就是这样 好 那因为我们的人脑有1510个神经细胞 好 那神经细胞慢慢会死亡啊 退化啊 好 这样 好 没有东西吃 所以他多吃油嘛 少吃淀粉啊 好 这样 然后就会变成这样 好 所以我们阿滋海默症的人也是很好诊断的啊 好 就是说你慢性缺氧啊等等这样 所以脑坡啊就是要这样看嘛 好 其实是不会很难看啊 嗯 那比方说 你要把这些整个东西看完哈 还有 你看像 比方说 我这边有一个清医学临床概论这一篇 有没有 你看进去 就是说 我们里面就要讲到说了哈 我们清要怎么排啊 看你有没有排掉 然后呢 这个脑坡是这样 我这边给你看一下 就要吸清以后脑坡怎么变化了 像比方说像刚才讲的这一个 像这一个人啊 好 我们点进去就看这个 好 好 看这个好 像这个人脑坡很低 对不对 好 好 他吸的清以后就变成这样 哇 脑坡高很多哈 这个 就是说因为他的脑坡还可以充电了 那么他11月1号来跟17号都一样被充电了 人就会很嗨啊 好 那么像这刚才讲的一个正常脑坡的人 这个是阿兹海摩症的人 好 那脑坡就好像脑细胞 他说他10块光了啊 没电了啊 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没电的人啊 我们给他吸清啊 正常是这样 好 他吸收是这样 吸得完清便这样 那么 嗯 这个 做 做高压氧是这样 然后呢 给他检测 像这种就是抑后很差 就不容易好的了 哦 这个我们就知道了 哦 因为他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他脑已经萎缩了嘛 这个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是萎缩的脑 萎缩的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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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脑细胞没有油好吃啦 这个垃圾很多啦 细胞很酸啊 所以我们要吸气去排酸了 这个微胶细胞没有去清扫 所以最后就会脑萎缩这样 哦 所以 你看这个 比方说这个人啊 他脑细胞是这样 很高啊 过高 他会双向调节嘛 哦 那我们吸完清 他就变低了 哦 你看 变低 哦 那 这边有一个人 他是忧郁症嘛 你看他脑波度很低啊 可是治疗那两个礼拜 就变这样 就变好很多 哦 所以 你看这个 有时候我们今天看看 57变172 啊 就是刚才这一个病人嘛 啊 57变172 啊 啊 224变662 343变5 527 130 变426 这边呢 左脑啊 93变191嘛 啊 他这边305变706 所以整个脑波有提升了 啊 大概就是这样 啊 你看有什么东西 我们再 可以再联络一下 你把刚才那个不用剪接 就是 我打得经历了 你去里面 你会有什么事